大家好,今天我收到了一名台湾网友寄过来的硬盘 品牌是健兴的 之前这名网友他拍照给我看过 这个盘的主控是群联的 咱们先拆开 本来像群联PS3条1这个主控 在我这边基本上都是可以轻松秒杀的 但为什么要拍呢 先说明啊,我并不是为了水视频而水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拍的话 到时候万一翻车了 好像要有点对不起我自己 虽然这个主控在大多数的时候不会翻 毕竟硬盘我是付过买路钱的嘛 硬盘我都还没摸到的时候 就先被海关碎了90多 再加上一些代理曝光的费用一共是100多 想来想去,如果我拍了 万一到时候翻车 把视频发出去,至少还可以回点血 毕竟大家最爱看我翻车了 先给他通个电看看 电流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的 现在上机它是直接识别出一个20兆的分区 这种就是群联PS3111的经典调固件表现 解决方案嘛也非常简单 直接用PC3000给他重建一下翻译器就可以了 数据翻译器这一边我已经给他重建好了 看了一下其实整体还行 都没有报错 全部都是绿的 就是单纯的固件挂了而已 我发现第一个盘的难度还是太低了 所以我决定来挑战一个二修盘 硬盘的外壳我已经给他拆出来了 硬盘好像是在某宝那边维修过一次的 上家说是这个主控不支持 坏坏太多 这是一个群联的PS3带1主控 这个主控不可能不支持啊 除非它是有其他问题的 所以一开始我就让盘主那边拿到盘以后 直接给我拍个照片 目前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他刚拿到手收的样子 从这个主控板上面可以看到 接口这一边的电容是被焊接过的 另外这里有个电源转换芯片 这边的电感也是被动过的 这一边是硬盘对地端 上家应该是接线给他烧过 这一个主控板排查短路 我不知道是上家没有排查出来 还是排查到这一个颗粒挂了 然后就直接给他退盘了 具体嘛 我们再来给他重新测量一遍 硬盘上电是短路的 这个电流都到0.4了 应该能看到发热点的 既然上家没有搞定 那就让我这位RMB玩家上场了 直接开启上帝视角 一键解锁全部内容 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有两个发热点 红的最厉害的是下面这里 这对应的是一个电源芯片 其次嘛就是这个主控 非常奇怪的是 上家为什么选择干右边的这一个电源芯片 而不是发热最严重的左边 颗粒目前从热成像看起来是没啥问题的 所以我决定先干这个主控 有的网友可能会有疑惑了 电源芯片红的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干电源芯片 反而去搞主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好比如说你在地图的导航上面 看到某个商场附近红的发紫 你以为那边可能正在搞什么促销活动 而实际上可能只是单纯的红绿灯路口而已 电源芯片相当于一个中转站 最终受益的还是这些大块头 主控这边我已经给他拿掉了 再来看一下 目前这一个电流是已经恢复了 多看一眼有没有其他病灶 看着好像挺好的 再来测量一下这些电源输出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3.3V也正常 看样子应该是药道病除了 现在我们再从料板上面插一个主控给他干上去 如果这个盘没有其他暗病的话 我感觉99%是可以秒杀的 主控换完 这个电流也非常轻松的恢复了 我在想对方该不会真的只是单纯的把左右故障给搞错了吧 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我刚才的判断准不准确 硬盘上机直接轻松识别 就是上家把这个病灶给搞错了 相反 另一块从德国寄过来的英特尔就没那么幸运了 刚才我已经上机检测过了 短接它是可以进到一个路模式的 但是硬盘无法被识别到 ID识别正常 证明这一个盘它是调固件的状态 因为英特尔的主控跟颗粒是呈绑定关系 而且使用了AES256进行加密的 所以这一个盘调固件目前是无解的 其实这块盘在当地是检测过的 对方也告诉他是硬盘坏了 来到我这里只是想再碰一下运气而已 这块盘是1月份的时候邮寄的 走了将近两个月才到我的手上 没想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